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我是布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温习了一遍 很棒很棒 希望大家要知道的是 虽然我们每次推荐就一部作品 但是有时候 光是要单纯的推荐一部作品 我们有时候要重温作品的时候 就会也会花蛮久的时间 因为我们虽然每一部作品都是一集节目 但是看一本漫画也是一集节目 看二十本漫画也是一集节目 所以大家如果发现 我们讲的漫画特别多的时候 没错我们还是基本上有把它重温完的 希望大家可以正式 然后给予我们赞美我们的努力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一次阿姑也有重温完 我也重温完了 十本也是一个不小的篇幅 以现在社会人士来说 也是蛮辛苦的 不过这一部作品是真的 越欣赏就觉得 长大之后就越有另外一种趣味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对啊 不知道阿姑怎么想 真的 我每次看到每次不同的感觉 那我本身就是随城学可爱的粉就对了 超喜欢作者 嗯嗯嗯 先跟大家讲一下 阿姑现在的声音有一点点微微的不舒服 讲她很努力了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觉得担心她的话 请记得留言担心她的声音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啊 没啦 这是大家稍微就是将就一下她的声音 因为她现在有一点微微不舒服 所以声音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晰 好的 那么其实录这集节目 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很白痴的前提是 其实我是想要录后面某一集节目的作品的 但是我列表出来的时候 我的名字打错了 但是都没有人觉得有意外 然后后来我跟大家讨论完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没有人有意外 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结局的某一个原因 所以希望大家可能在听我们简单介绍的时候 我们不会提到结局 但是等你们自己去看结局之后 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放在 从9月开始的这一个新的系列 我们延续着7月到8月的家庭系列 9月开始呢是开学季嘛 没错 我们就是要开始讲跟孩子相关的节日 呃不是节日啦 应该是说跟孩子相关的 相关的作品 所以这是一整个系列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系列有名字 应该叫做 我想一下叫什么 顾小孩真男吗 还是养小孩真男 哦 养 呃好好好 反正会有顾小孩真男 养小孩真男 这样子的一个系列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没错就是跟小孩整个相关的 好几部漫画 对 所以其实非常的多 虽然它不是主流 那也不是大家熟悉的漫画类型 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蛮好看的 那刚好在这边 于是就提到了我们的放课后保健室 那于是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它一下 老实说我觉得 我这次重看的时候 因为它这一部是大概200X年 就是那种2000年初的时候出版的 然后呢 我现在看的时候 再加上现在这个整体大环境的氛围 我就会觉得说 哦 幸好它是在二十几年前出的耶 因为我觉得如果它在现在连载的话 它大概直接被腰斩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里面它提到的很多的东西 就一定会被网民酸爆 哦 没错 政治不正确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啦 就是这部作品它本身的 性别说法或者是性别的概念 其实有一点点刻板印象 然后跟保守 虽然它的剧情本身我觉得不保守 可是我也觉得这是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不要只专注在性别意识上面 虽然说性别意识是这一部作品的主轴 但是它不是整个故事剧情的主轴 这样解释好微妙 反正大家看了就知道 反正大家看了就知道 反正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不用被一些东西拘泥啦 你如果被那些东西拘泥 你有时候就无法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跟作者相表达的东西 可是我要先说好 我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在意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就跟 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提过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不是说不想欣赏一个有趣的故事 而是当他们在欣赏有趣的故事的时候 会给予这个创作者更多的名声 跟更多的利益 所以为了要达到一定程度的 就是类似告诉他们说 你的这个价值观不会被人家所认同 所以他们不会去支持这个作者 他们不见得不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但是就算觉得他有趣 他们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抵制的行为 这是现在很多人的消费形态 跟消费者意识的方式 了解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说什么 故事很有趣 所以你不用去管任何意识形态 就大家选择自己想要在意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就好 就是对 就大家自由一点 大家自由一点 就是想怎么样 想抵制就抵制 我还想到就是我在看的时候 看着看着就突然之间就飘到想说 现在刚好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很接近那个阿飘月这样子 然后普渡又刚好过了嘛 没错没错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啊 普渡 然后那个就想到有一个疑似怪谈的那些事的那个短片 因为我就很突然的想到这个 其实这个跟结局有点关系 我刚刚也在跟酸美讨论说 哦 还有另外一部我们之前也有讲过的作品 但是我只要讲了 它就会某种程度上就算剧透 可是我又觉得它很有趣 所以我就 没有我只是想提这件事情 我们会把那部作品就是放在我们的文案里面 大家如果担心一旦看到就会被剧透的话 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很难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各种担心的话 就不要特意去看那部作品 你就会知道了 就OK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关系的话 你可以看看我们那部作品 那部作品之后 再来看我们的放课后保健室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非常可以清楚的理解到 就是做人好难啦 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好难啦 大概就是这样的性情 对啊 因为这个放课后 我还是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我们好像到现在都没有认真的讲过 放课后保健室的故事 天哪 就是放课后保健室就顾名思义嘛 就是下课之后 然后有些学生要到保健室上特别的课程 但这个保健室呢 他位在很特别的地方 他在B1吧 反正就地下室的保健室 什么B1啦 笑死 好对 好请请请 地下室 而且他还是有被选中的学生 你才有办法下那个楼梯 而且他就是每个礼拜四 下课后他才会出现 然后进去就是你知道 大家对那个保健室的印象就是去那边睡觉 我其实很不能理解 就是日本校园的漫画里面的 保健室都是拿来睡觉的 到底有没有正常的用途啊 我其实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知道的是台湾的 学校的保健室应该是不能够随便乱睡觉的 对对对 至少我我知道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我曾经是因为发高烧 所以去在保健室睡了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阿姑你有没有曾经在保健室睡过的经验 有阿 有我有去睡过 那你是为什么去睡过真的很想睡 没有阿就是那个身体不好 然后就被松过去了这样 哦 所以其实你就是那个真的是保健室常课的那一种 诶不到常课耶 因为我没事不会去 但我知道我们班有同学 我国中跟高中都有同学 只要一不舒服就是会去保健室睡觉 哦 哦 然后当然老师也不会阻止你啊 哦真的哦 因为反正他们不舒服了就去这样 对但既然他们说他们自己不舒服了就去 然后我就有几个同学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有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啊这个人怎么都这样 但是没有人会去阻止这样 哦也是啦 会被大家那个指指点点 指指点点 在台湾大概会这样吧 如果你三不五十就去 嗯 会被指指点点 也是啦 但老师不会阻止你 不可能阻止啦 尤其现在这种状况就是 小孩子当宝 没有啦 我没有觉得小孩子当宝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更注重个体差异 就有一些人真的身体很不好 真的会让他们就去休息 我觉得没有关系 毕竟念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所以好了 那至少我们现在都很确定的是 台湾也没有随便让人家去睡觉啦 虽然好像有睡觉这样子 嗯 只有真的不舒服被送过去这样 所以应该是只有在那个 日本的校园漫画里面 就是对保健室有各种遐想 没错 瞎想 对瞎想 没错 是吧 那个书名 对这个书名啊 就是很坏心的 就是推荐给我一个朋友 尤其是你看第一集的封面 你不觉得看起来就很像三人性 不是 等一下 在保健室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样子 我就很开心的推荐给我朋友 然后一句话都不说 他自己看完之后就跟我说 他完全没有料到是这样的故事 你为什么要推荐我看这个 被我骗了吧 可 但如果只要看过水尘学可奈的一两部作品 我觉得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 这个作者就是这样的调调 没错 没错 喜欢 喜欢他 他一直没有什么改变 老实说水尘学可奈的味道一直都是这样 然后我就顺便在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作者他会在那个书籍的那个封面 然后折进去的那一页上面有一些作者的话 然后他就有提到说 其实这一部作品是他第一次画短髮的女主角 因为他说他之前画短髮女主角都会被打枪 然后他就有一种觉得说 我不能画短髮女主角 然后好不容易在这里闯关成功 这是他一个值得纪念的纪念碑 然后另外一个是 其实这个故事他真的好像也是构思很久吧 然后一直有点画不出来 他好像最初是在看F1赛车的时候 想到这个故事 所以他原本想要设计的概念是 类似那种就是赛车的那个车子的车体 所以他是想要弄成一个类似玻璃舱的那种 所以我就想说哇这样想象起来 就会比较像科幻作品 他那时候的确是有点想做成科幻作品 可是后来就是觉得说 欸不行欸我是要放在少女漫画上面连载 他一定要把它搞得像是少女漫画 所以他后来就把那个环境整个改变 就变成了一个加了填改的床 就看起来美美的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然后这部作品在上漫画连载的时候 他在最前面就看到那个预告就写说 很惊悚喔 很黑暗喔 然后到后来就是因为他中间有一段 就是跟谈恋爱有关嘛 所以就中间终于没有出现这些字 他觉得可可成功了这样 成功拿掉那个惊悚喔恐怖喔的那个字眼这样 这个还好才不会像那个翔子有没有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叫做倾听死者的声音 就是他就是在那个女性像作品 然后中间就夹一块黑黑的 然后超恐怖 然后还被读者投诉之后他还说 我还是继续画了 然后就继续看那些副品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水神学可那你还好啦 如果跟翔子比下来的话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 已经很客气了真的 而且他美化了这个作品 没错没错 但是有一个很想吐槽的就是 水神学可那虽然在那里说 哦我终于可以画短髮的女主角了 但是至于这个主角到底算不算女生 我们 我们这个定义上可能有点微妙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从F1就是衍生过来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满脑子想说 Seriously 你知道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到底怎么想到这个鬼东西 然后他以为加了那个什么天盖的床 觉得很浪漫 我说哪里浪漫 我觉得看起来就像病床好不好 没有啊 他们对也不是他们啦 非严肃使用用途的宝剑是 对大家来说都充满粉红色的幻想嘛 就是他会在里面做各种不可告人的事嘛 哦说到这个 想到那个这个书名的时候啊 放课和保健室 大家不是都想到奇怪的东西嘛 可是因为这是二十年前的作品嘛 然后我现在想说 现在要想到奇怪的东西 应该用上课时的保健室 哦 时过境迁 以前大家看到那台东立啊 长虹的那些书 然后习惯性的就会觉得放课后保健室是一个坏坏的东西 坏坏的坏坏的东西 然后但是现在我想了一下 我看一下现在的那个书 感觉要是上课时的保健室比较糟糕 哦你的意思是说上课时比较适合做糟糕的事情 现在的倾向都是上课的时候去做奇怪的事情 例如说像什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R18的事情 哦 所以阿姑听起来很有经验 下课没有啊 别这样别这样 哦好啦对不起 我差点要说所以阿姑没有经验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哪里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嗯 酸梅很有经验的意思 那我对于这个什么放课后保健室 你知道那些R18的我毕竟会满18 所以我都没有经验 按照媒社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我只能说放课后保健室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日本的学校有一个限制 就是他们下课后不可以继续留在学校 哦 所以以台湾来说放课后好像没有怎么样 可是在日本来说放课后就下课之后 就是你还留在学校做的一定就是一些你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 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啦 或者是被破留下来加课这样子 课后辅导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因为又说到保健室大家知道 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过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什么保健室的风中凌乱还什么 那是什么奇妙 我忘记那是什么做R18之类的 然后我就看了这有够难看的 就大家为什么都觉得保健室可以干嘛干嘛 不是我要说很脏欸 很脏欸 注意一下感空好不好 但是好啦内心想吐槽 但是我觉得阿姑提的这一点蛮好的 我觉得这说不定是一个我们可以来讨论文化差异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没有想要让我们讨论任何文化差异的地方 没有我只是觉得活着好难 对对对 这部作品活着好难 然后在保健室上的特别课程 就是每个人都要跑去那边睡觉 睡觉之后他们会做一个梦 然后在梦里面他们就是会需要完成任务去找到钥匙 然后他们抢到一把钥匙之后 就每次都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钥匙去开那个门 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 虽然好像这个目标是这样子 就是要想办法去拿到钥匙去开那个门 可是你真的会想要进去那个门吗 当我看完剧情之后我就觉得 如果是我我会想开那个门吗 我真的觉得你要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想开那个门 大部分的人的状况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况其实是非常不安的 对于现况是非常不满的 他们想要改变现况 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毕业 想要毕业的话就想要拿到钥匙之后打开那个门 但是你会发现对于现况还有所留恋的人 你看他们里面有几个角色 他们没有离开 就算拿到钥匙也没有毕业的人 他们就是因为对现况是有所留恋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那关于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主角他好像不能算男不能算女 是因为在故事里面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描述 然后就会进入梦境 跟一群他不知道是谁的也是一群学生 但是在梦境中的样子完全跟真实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们会不断的争斗 想办法拿到钥匙打开门然后毕业 这大概就是这个故事最直接单纯的主线 然后也是最不知所以然的东西 我自己这么觉得 我还以为是大逃杀 一开始我把他当大逃杀再看 某种程度上他也有一半大逃杀 你看他拿那个钥匙的方式多血腥啊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作者有说 他本来因为他们脖子上面都会挂串珠 他本来想把中间的那个珠子就是加那个樱花的烘托 这样还带了一点日式的元素 但后来觉得这样画起来好麻烦哦 所以最后变得很单纯的三个圈圈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太好笑了 而且这很现实的原因 就是不好画 而且你可以讲出这么诡异的剧情 然后但是你对于这个东西你那么的 这么的懒惰 那就很麻烦呗 真的 好啦那这部作品 阿姑你有什么想要对这部作品说的吗 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水尘雪可那一作品 你讲再多不如自己去看 是这样的 阿姑 你不是说讲再多不如自己去看 那你要我说什么 没有啦 因为不顾是水尘雪可奈老师的大粉丝嘛 所以我们想说你说不定会想补充个一两句 就是再强力推荐一下大家去看这部这样 之类的 对啊 再强力推荐一下大家 我觉得这部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水尘雪可奈的基本的风格吧 是 但这一部也是有蛮深色的地方啊 我比较推荐他后来的一些作品 而且他其实有一部作品就是他下一部连载作品就是叫做黑墙为爱丽丝 就是有点像是如果你两部都看过这就是一个小彩蛋这样子 那个放科保健室的作者策页其实也有写到这个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作者有这样写的话 也是可以发现这个小彩蛋 没错没错 是的 好的 那么阿姑有什么想要给水尘雪可奈一个非常简单的特色的介绍吗 我真的有点难介绍他 他就是很难去归类啊 太有趣了 他的故事很常让人家觉得不喜欢你 这是我那个理解的 我理解很多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他的故事 他有一种很神奇的脑袋有点怪怪的感觉 这样讲好像不太正确 删掉删掉删掉 就是很多人看像那个试炼巧克力之人 你知道我们来下半钟这四个人里面大概就只有那个 我会说很喜欢 其他人都是处于一个上可的状态 没有哦 我跟你说我算是喜欢的 但是我的喜欢是来自于我喜欢他的吐槽感 就我不是来自于喜欢他的剧情的铺层 我是喜欢他那种就是明摆着你这部剧情就是没有想要站在主角那一方 然后你偏偏让这个故事是藉由主角的视角去做进行 就是我们常常在画一部作品的时候 为什么会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很单纯的直接说喜欢巧克力之人 是因为你真的很难认同主角的很多行为 即使他有很多的行为跟概念其实很一般人 可是就是因为很一般人 所以你就看到漫画中的主角也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难接受 而且偏偏又是以他的视角出发 所以我们喜欢在漫画中看到我们认同而且比较偏向于正向的视角 去进行那个你知道就是进行整个故事的世界探索 可是我觉得失恋巧克力之人就是最有趣的就是 大家没有办法认同他的行为 可是偏偏这个故事又要按照他的个性去走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不喜欢 可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抱着去欣赏有趣的故事的话 我觉得失恋巧克力之人还有那个叫什么 什么大作战的那一部 也是水尘学可耐的 等一下我回信一下 恋爱中毒大作战 啊对对对 哦真的 这几部作品请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真的你真的会觉得 我看得很快乐耶 这几部我都看得很快乐 对啊主角无可救药耶 我都会发出黑黑黑的声音 不过我要先说好 阿姑可以接受就是这样的范围 阿姑可以接受就是 大家没有什么人生老病死的状态 大概就是爱情的残缺跟邪恶跟负面 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就看更多你知道 就是人性更黑暗邪恶负面的东西 所以那一部分就是阿姑没有办法涉猎到的 哦所以就是爱情的负面可以 人性的负面我不太行这样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阿姑不太行的是那个方面 就是每一个人不太行的是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行的就是 没有办法接受主角的爱情观这么的憋屈 或是别扭或是无可救药 但他可以接受可能例如说主角被强暴之类的 这样子就不一样的angle啦这样子 所以水城雪可那也是真的很难很难描述 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失恋巧克力之人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 那么大致上就这样 真的这个作者讲再多不如自己去看 理解他的微妙 我突然之间想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一部 如果被放在现代这个时代下 如果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来看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被抨击的点 言上 没错 然后呢这一部分我就会觉得说 啊幸好他很冷门 所以他没有被挑出来骂爆 但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有那个 BL的某一个漫画家吧 他还要为了他之前早期的 他好像有出来为他之前早期的作品里面 写的比较刻板印象的用词 出来做道歉跟修改 就是因为红了 才会被放大检视吗 这样子 真的吗 是你说的是山下之子吗 我有点忘了 我不知道是谁 呃我是知道是 好啦不然我把这一段剪掉不重要 啊没关系没关系 我觉得留着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山下之子有说过 他说当他现在在回顾他以前画BL的作品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还是有放入了很多的刻板印象 可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他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好啦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你知道永远没有办法追溯既往的 价值观是永远永远都在改变的 你要说的话首种志虫跟跟腾子F不热熊 也有就是很现在的价值观讲起来很不OK的啊 你看大雄跑就是跑去打开门都在偷看镜香洗澡 嗯 这OK吗 对啊 对不对 哦对啊 这样说起来之前那个首种老师的那个怪异黑杰克里面的台词 还有为了政治正确把那个台词改到大家都看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而且他那个是改得有点矫枉过正的 嗯哼哼 他那个故事的承接是前面他用那种比较歧视性的言语 但是下一刻有人去纠正他说你不能这样讲 然后但是呢就好像不能接受连那个歧视性的言语都不能出现 所以就把它改掉 改掉之后下一个人的纠正就变得很奇怪 嗯嗯嗯嗯嗯 对啊你看 矫枉过正 我有印象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 对啊我是觉得你知道很久以前的作品 你不能够即使是大师我们都不能够保证他的价值观随时都是正确的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虽然我们都在那里说什么日本漫画之神 日本漫画之父之类的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他们就是人 人一定会有缺点他有他的问题 然后我们用现代的价值观跟我们已经不断的去经过很多的讨论之后 所拥有共识的价值观去不断的审视以前的作品 我觉得这有点太过度了 不然的话你要现在去看那个傲慢与偏见 他虽然很浪漫 但是你看看他里面还不是一大堆不太正确的东西 呵呵呵呵呵 对不对 那你要带到什么时候 你要去看多久以前的那个文学名作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 就是欣赏这部故事 但是同时理解他的背景跟年代 然后不要太注重一些小地方 不然的话很难好好开心的欣赏一部作品 但是我真的要说一句实在话 他里面真的有很多东西 现在看真的觉得很有问题 例如主角他纠结于自己是男的或女的这件事情 现在的我就会想说 你要怎么关心的是男是女的很重要吗 而且上半生是男的下半生是女的 这件事也是很 是很特别的但是 我现在突然想到说 那幸好他是这样耶 他如果反过来的话应该蛮困扰的 哦 的确是呢 就上半生是女的 然后下半生是男的 他就会更困扰了吧 刚好就是信征 就是第二信征 特别突出的两个 两个上半生跟下半生 我们瞬间把这个故事改成更加 好 我就会鼓励他改写那个ABO路线这样 对啊 我也觉得这听起来怎么很ABO 哇 现在不是说那个社会上性别有几十种吗 对啊 对对 101种 对 他就可以成为第101种 可以的可以的 ABO ABO世界欢迎你 诶 不是我要说 他们在里面做某一些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进入ABO世界了 真心真心 OK的 OK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 他就是个渣男啊 没错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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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逢远 然后想要这个又想那个 你干脆两个都收了好不 没有啊 就是不行 我真心的觉得三人行不是不行 不顾有没有觉得 就是我们的发展越来越糟糕了 阿姑你们觉得其实三人行OK 我们现在就三个人了 等一下 算美妮应该要感到害怕吧 因为就是我跟不顾啊 身为猛虫 对吧不顾 蒙虫比叶 等一下我要先说好 这里面主角他是很难选择 他两个都想要 但是请让我有选择 好不好 先不要说任何三人行 请让我有选择自己蒙虫的权利 这样可以吗 好不好 要有宠物也是要经过主人同意 好不好 主人没有想要宠物 你都带我们去蜜月过了 欸欸欸欸欸欸 没有这档事 好啦真的要结束了 这集是我要剪欸 对这集是炮炮熊要剪 他自己在那里讲干话讲了那么多 就为了要把这一集节目变更长 来请问一下阿姑你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那个水晨雪可奈比较新的有一部 占一名是老子是世界第一 目前台湾没有代理 没有代理 我非常期待 但他没有代理 可能拜托长虹大大 因为水晨雪可奈的书都是长虹在出 的确是 长虹大大 有人可以去就是吹一下长虹大大 出吧 出吧 那个老子是世界第一那一部啊 感觉就是普通的 普通的非爱情类的故事 我很期待 好的 那为了再继续把节目变更长 请问啪啪熊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没有没有要讲的没有了 好的 我剪的没有 好好好好 熊乖你乖你乖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 就是我很开心让它变很长 因为啪啪熊要剪 那等一下下一集会是我要剪的节目 所以我就会让它变很短这样子 开开心心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从这一集开始 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一集 就第十本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放在这个啊 叫做孩子系列的第一集 下一集就是会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很恐怖片的一个 就大家知道我们很喜欢 在各种主题下面挑恐怖片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就听我们下一集节目 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 它是个恐怖片了 真的很恐怖 真的真的很恐怖 好的那么大家记得收听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 然后继续我们的养小孩真难 对吧 还是顾小孩真难 反正我忘记了就是小孩真的很难 无论是顾还是要养 好的那么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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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拜拜 回去回去工作 吗 我们要工作